MARUN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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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识到法拉利对于二手车的买卖 似乎有着异于常人的理解和操作之后 我当然要亲自走访一趟传说中 专丝车零超过二十年以上的Classic Department 来好好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原汁原味 MARUNALO MARUNALO 的经典车狂热 有意思的是原厂和我约定的第一站 竟然不是在工厂乃至于博物馆 反而是Fiorana 对接名叫Montana的小餐馆 原厂的人不断的强调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领略法拉利的精髓 势必得去那边走走 究竟这一间所谓的家庭餐馆和法拉利之间 又有着什么样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由此可见 这真的是一间非常受到欢迎的餐厅 关于Ferrari的collection 有多么的惊人 Oh my god look at that 看到了吗 Macca Schumacher 跟这边的主理人Mama Rosella的合照 多么温馨的画面 真的是太棒了 Barrichello 不管是车手跟主理人的合照 乃至于墙上的签名 太多了 总而言之就是很兴奋了 如果你曾经到访过Maronello 肯定对于坐落在 你知道这边真的非常热闹 跟坐落在工厂大门口 对接曾经是法拉利员工餐厅的Cappalino 完全不一样的份 据说Enzo Ferrari在世的时候 每天中午12点半都会准时到那边报道 如果Cappalino是Ferrari高管门的最爱 那么Ristorante Fontana 则是汇集了法拉利的F1车手 工程师设计师们的圣地 好啦 Cheers Oh my god 很棒 其实是没有菜单的 都是Mama Rosella 依照当机最新鲜的食材 去Figure out的 真的还不错 这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体验 因为你完全可以想像 那些热爱着这个品牌的人 坐在里面的感觉 他们的心情仿佛回到家了的感觉 体现了Bronry的核心精神 它不只是一个品牌 它是一个家庭 因为只有对待家人的时候 你才会这样子无私的奉献 很棒 第二早 在原厂的安排下 我来到了位在Moderna市区的Museo Enzo Ferrari 尽管展览的主题出乎意料的 与Classic没有太多关系 在设计中心的高层带领下 我得以一窥许多仅此一架 由Central Steeling 甚至是客制化部门成立前的 设计师们打造的矿式巨作 以手绘图为灵感的 812 Competizione也好 映补着车主 车主与意大利皇室 Casa Savoia家族的渊源 有着蓝绿相间车漆的166MM 或是以车主姓氏的缩写 AG 与元素周期表为发响的银色涂装 全球仅此一架的Tescarosa Spider 无疑不让人对那天马行空 没有极限的one-off而拍案 然而 当我再度返回Maronello 并来到坐落于法拉利 第一座引擎工坊里的Classic Department 撇开那一字排开 比起许多所谓的博物馆馆藏 还要更让人乍舌的各式悔喊神座不提 有样东西更吸引了我的注意 这就是它 你知道刚才从博物馆过来的路上 我不断在思考 像法拉利这么一间 几乎是从创厂就开始 所谓one-off的客制化专爱的品牌 假设有一天这些独一无二的车馆 它真的需要被翻修 被送回了这个Classic Department 他们真的有办法做到他们的承诺 翻新成宛如新车般崭新的状况吗 在我身后这个宛如图书馆一般的空间当中 从法拉利创厂的1947年直到1975年 每一台出厂的原始资料 包含法拉利创厂的第一台车 125S的出厂证明拉 车身跟零件的图纸 用了些什么工具 甚至是当年有什么样的选配 原厂跟 dealer 客户 甚至是第三方之间所有往来的信件 而且里面摆放的不单只是road car的部分 连当年的F1设计草稿通通都有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捷克 所以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在刚才不能够拍照的 引擎工厂里面看到了一颗 全新打造Dino 246 GT的引擎奔机 对 居然有人真的疯狂到 花了笔去收藏乘车都还要更高昂的代价 只是为了全新的心脏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 大家都知道Ansel Ferrari当初是因为 要支出他的赛车 才去打造这些路车的 所以我一直以为 他对于这些路车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放在心上 至少不像是他对于Scuteria Ferrari 那么强烈的执着 但事实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通通都被封装在 这一个个红色的密封小纸盒里面 Ansel Ferrari希望每一台车的履历 很完整地被保存起来 所以创造前三万辆车的原始资料 这边通通都有 这确实是一个可以让这些工艺经典 勇士地被传承下去的最佳解决方案 而且这边不单只是涵盖了车辆整新的业务 甚至还有古董车巡游 像特定经典车型致敬的tour 乃至于明天即将要参与的Corso Pelota Classic 你没听错 它是一个驾训课程 昨天晚上我在Cavalino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夜晚 毕竟作为来自台湾的媒体 我们其实很少有机会可以跟纯欧洲的媒体人同行 真的意识到他们其实都是重度的爱车人 甚至不乏独自骑着摩托车穿越Patagonia三世 同时坐涌着五台经典Alfa Romeo型号 甚至是60-70年代小型跑车的专业车品 能够跟他们聚在一起聊聊车巾 真的是再快活也不过了 但真的没有想过有一天居然能够在同一个时空之中 一口气见到这么多只会出现在博物馆 苏富比的拍卖啦 甚至是百科全书当中的文化遗产 288GTO F40 212 Inter 121 Le Mans by Scaglietti 250 GT LWB的Ferlinetta by Zagato 250 GT SWB的California 甚至是250的Monza 但再如何机型都比不上接下来 即将开着我身后这一些 365GTB4 Daytona Coupe 308GPS GTBQE GTBi Monteo 甚至是250RW3A 清一色手排 而且几乎都没有Power Steering 跟任何电子辅助的蝴蝶法拉利 With all these 我现在非常无比之紧张 因为Briefing的时候 负责人Andrea Modena先生 不断强调 你必须用40年前的驾驶精态 来感受这些法拉利 可是老天爷啊 40年前我甚至还没出生好吗 我居然是第一批要上场的人 Oh my god 传统的驾驶地球 除了必备的根子之外 还有个人没什么体验过的 双重离合器 我只能说我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你听到了吗 3.0化油器V8被点燃的声音了吗 哇 Hello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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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ving location 你怎么接近你同一个马车 话说在驾驶这样类型的车款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小等坐时 因为载定跟现在的车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必须要做得更垂直 去固定你的身体之外呢 之前没有Power Steering的方向 也会打起来比较轻手一点 你可以看到教练在转向的时候 其实动作都非常实际 尤其重轻转移在这种老车道 需要被审慎的控制 所以车都没有许多方法 你觉得这是不太难吗 是啊 我可以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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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路线 我可以做路线 因为这种车细是很紧张的 所以我可以做路线 我可以做路线 但是我可以做路线 但是我可以做路线 这种车细是很大的 谢谢 非常迷远的体验 重点其实也不是在于速度 而是在于你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 去感受到这些类似次带传达兔的这些体感 现在已经有恋爱的感觉了 这样对吗? 在接下来的这个关卡 环状可以洒水的场地 使用308GTB来练习动力滑胎 对,你没有听说 No traction control 当我们正在转移时 人们一定会在转移时 哇,没有很懂 有点害怕 看起来不是很好甩 尤其教练一直在强调 Weight Distribution的重要性 然后这车扭力又不是很强 有点提示吗? 我们一起的转移 不容易转移 因为它是衣服的 转移 我看见它能够转移 油和油 转移 nice 这不是很容易的 能够保持持续续续 不 看起来真的不简单 希望我不要丢台卫人的脸 但必须得说 真的是一台非常old school 的车 它需要 抹劲力 哇 又来了 又来了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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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球 对 我们可以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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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带走 天啊 确实你帮盘不能打太多的角度 因为你必须要适时的回正 刚才跟教练闲聊了一下 其实问题不单只是转移 还有进去之前的初速 再来重心转移 即使你油门直落 得到的就是无止境的转向不足 所以你反而是要用一个很normal的节奏 稍稍的转向角度 在重彩油门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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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 很好玩 Hello again Wow 这个车很重 还有车车 刹车 刹车 哈哈哈 大车 施压的感觉也跟现在的新车很不一样 就一切都非常的analog Oh nice Did you hear that? Oh my god 这也是我第一次开到这种HK的法拉利 非常不可思议的体验 Oh Wow 这个车重心转移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油门 煞车的控制 都会马上的反应在它的traction上面 给带着一点煞车进弯 但基本上要等到方弹打直之后 再给它全油门 后轮的traction才会比较好 对 对 实际上是一台会把你的驾驶技巧打回远行啊 所以你认为308的最好的比较好吗? 我喜欢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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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知道308不是一台在动力上非常强劲的车 也大概就只有255匹马力 但真的很轻 只有1250公斤以下 所以它不是一台很有距离感的车啊 我是一个好车吗? 真的很好 哈哈 哦 除了上下车真的很吃力之外 其实刚才我开的节奏是挺慵懒的 我现在真的好热 全身都是汗 今天不是才15度而已吗? What a car 我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要再上场了 居然是550 Maronello 老天啊 从250匹的车换产一台485匹的V12纯手牌GT 关于550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毕竟Ferrari的12缸车系在经历了23年的空窗 再度推出的双座V12跑车 但这确实是已经开始有了ABS跟TCS modern一点的车型 但这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好惹的角色 扭力也有将近58公斤米的水准 再加上又是这种比较传统管车身的设计 全场让我最害怕的反而是这台 唯一有电控的车子 唯一一个有电动调整座椅的车 单从坐姿踏板的配置就已经觉得它明显 精明了许多 可是我还是有点惧怕 这真的像是看着台提时代的Super Model 在你面前 裸体的感觉 哇 很难移动 虽然这是一台1.7吨的车 可是它完全没有笨重的感觉 方盘也非常的轻 悬吊真的是柏软的 或者说老车感比较强烈 所以重心转移的过程是很强的 哇 哇 这个Ling的感觉 有一点吓人 它的扭力够大 所以你不太需要传着去伸脏档 轮胎 推传给你的信心度 接地的感觉是更加的强烈 好 我要开始加速了 哇 好快啊 可以感觉出来 当你没有这样坐脚打正的时候 它就已经很蠢动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习惯了它的驾驶节奏 这应该是一台会让人陷入防喜之中的法拉力才是 哦 直上巴拉起来的感觉真的是太虚幻了 啊 sorry 我的线是错了 毕竟这是一台相对比较早期的法拉力 所以你可以感觉出来 Traction Control的介入 切动力的感觉都是很明显的 很棒 重点是可以体验到这些 不同年代的法拉力 带给你的感触 这个时期的车真的很迷人 稍微有一点电子 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拉你一绑 可是类比式的感觉 管车身的扭动 不可或缺的V12 跟一个Edgecape的60 现在完全可以理解 当年为什么EVO杂志会把 550 Maranello 评选为当代最伟大的驾驶者之车 胜过了911 GT3 胜过了NSXR 很多我们认知当中 不管在Balancing 性能各方面 都很厉害的角色 因为它真的非常敏捷 你们有趣吗? 是的 你要工作 这些车都可以使用 不是像新车车的车车 只要站在这里 香气 是 有点铁氧鸡 好处理 我觉得我们都在等待 Daytona 对 哇 Mondale 3.2 终于也要试驾到这台传说中 是一位最好的车车车 真的吗 有很多座位 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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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非常感兴趣 OK 我想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机会再开到的一款车 对它的了解真的不多啦 我只知道它是2加2中置引擎乏力的套车 哇哦 转向很不同 很舒服的车 哇 此时圈速真的好大 毕竟这是一台Grant Tour 所以包含它的转向的圈速啦 悬吊的设定方式其实都比308来得更舒服一点 动作也更线性一些 没有那么强烈的气息 运行的感觉非常好 当然是可避性 然后整个动态的感觉非常的流淌 这让我死掉的位置 因为主事对于这台车的下轮是说真的没有很高 你可以感觉说在车位有一点滑动 可是非常线性 尤其我刚才在这个Squiz Pad 体验过的 在那种转轴距的感觉 所以这其实反而可以才好 很可以去开快的车 相当符合GG的身份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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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非常均衡的 我告诉你 对 我感到感到感觉 那是以前是很流行的模特儿吗? 嗯 嗯 哈哈哈哈 老实说这台车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讶 我觉得它可能是我今天截至目前为止 所开到的车当中最畅快的一台 因为非常的好控制 它没有办法像308或者是 当然它绝对不肯像乌龄那么的灵敏和飘悍 可是它非常的轻盈 人车一体的感觉 我发现 Daytona 发动了 我的天啊 你听到声音吗? 我的天啊 看到过一段关于 Daytona 3.5 GT V4的描述 属自于Car & Driver的编辑 试驾了Daytona之后 如果说它值得拥有 则无法完全的表达出来你的感受 你会说 我愿出卖灵魂也要拥有亮 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啊? 从外观看得出来 这是一台前期的车款 采用了压克力固定式头灯的设计 而不是后期天灯的版本 动力的部分搭载着法拉利大名鼎鼎的Colombo V12 从放场1947年非常传奇的V12引擎 这也是车迷心目中最后一台鞋场纯正的法拉利 对 它是在比亚特入股之前 最后一台法拉利100%足资的road car 当然啦关于Daytona就不得不说说这台车的历史啊 这个名字事实上不是法拉利的官方帮它取的 而是当时的媒体为了要去赞扬 六青年Daytona 24 hours当中 以一二三名冲线这件事情 赋予了它这个小名 1968年到1973年高达280公里的急速 5.4秒破百的能力而闻名 而且关于这台车有一个很有趣的传闻 1971年两位北美的专业人士 赢得Cannibal Run的赛事 一场横跨北美从纽约直达加州Redondo Beach 总里程4628公里 只花了35小时又54分钟 再不包含他们被警察拦停开单 以及在洛基山外遇到了大学的Touch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当年国外的媒体对于这台车的评价 时速200公里以下 你只会觉得它是一台很差劲的车 悬掉不怎么样 很多的碎震 车身感觉非常的重 可是200公里之后 才是它真正开始发功发尔的时候 天哪 这这车是超级的 超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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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點觸碰因為 沒有這方面是怎樣 否則會轉移動 不然會轉移動 不然會轉移動 會轉移動 好像這樣 好 好 Oh my god, this is so far to shit It's really really good Really? So you're not just saying it I'm saying that to everybody What? You are really good 雖然非常非常的等贈 是永生反光 60年代的法拉利的方法 真的是天上的贈 哪里你乘坐在这边 在这边或在这边 在这边 我不是日本人 我覺得 重点在于 这四个人子给你的 Bback 非常非常的细腻 方向来圈速大的上台跟你说一样 你都还是可以立即的感觉到 巡机的变化 所有的滑形 小小的摆动 直向性 各方面 任不像台V12的车 我不能说肯定 但是他觉得很灵巧的感觉 What a bear 只是玩意吗? 非常好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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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重点喔 如果不是因为今天这样的场合 不是因为Fiorano 我想我终其一生 都不可能也不会有机会 可以去领教到Colombo V12的响应 有多么的灵敏 Daytona在赛道上的循迹性和它的反馈 有多么的线细 Edge Gate的排档感 在换档的时候有多么的吭枪 更别提 那个在数据上不知道 被现代的性能车 横甩了几条街的308 在全力充斥的时候所带给你的刺激 又有多么的行动 所以你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Ferrari 会这么样的看重这件事情 在Classic甚至是Premium的投入 都是如此的义无反顾且不计代价 因为事实是哪怕今天的主角 可能在路上都不会多看一眼的Mondeo 8 只要经过悉心的照护整心 让这些车子 还有这种无可取代的感官体验 可以永远的被后人传唱 让他们奔驰下去 我的天啊 这绝对是我入行以来 最快乐的一天 胜过了355的时候 胜过812 Superfest 胜过Daytona SP3 带给我的感动 好啦 maybe还是略逊于我第一次体验到599的那个时候 毕竟 那是我的第一次嘛 诶 等一下 我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把599修好了 可以回家了 谢谢收看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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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